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加州民眾上街致敬 為阿富汗陣亡美軍送行 舊金山機場員工即日起需要全面接種疫苗 加西提2022年離職 誰來接任 弱勢市長 美國邊境危機 大批非法移民獲釋進入德州 首先 我們關注 在阿富汗機場炸彈襲擊中 喪生的海軍陸戰隊隊員迪倫·梅羅拉的遺體 在週二稍晚抵達家鄉 加州庫卡蒙格牧場市 當晚 許多民眾上街致意 表達對烈士的不捨和哀悼 9月21日下午 年僅20歲的梅羅拉 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的恐怖襲擊中喪生後 終於回到了她的家鄉 南加州庫卡蒙格牧場市 為了紀念梅羅拉 數千位民眾 在車隊從機場到墓園經過的街道上 首舉國旗 表達對陣亡士兵的不捨和敬意 除了梅羅拉 另有12名軍人在這次恐怖襲擊中喪生 其中23歲的尼克吉 22歲的亨特羅培茲 和20歲的卡里姆尼克韦都來自加州 他們心痛與惋惜這些士兵 並表示美國當局本來可以避免這些犧牲 我們很憤怒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不會再次避免 因為拜登的習近平 導致在阿富汗的殺害 我們的美國軍人在阿富汗 我們愛你們 我們尊敬你們 為我們保護我們 運送梅羅拉遺體的林車 緩緩開進克文納山的墓園 民眾們表情凝重 甚至潸然淚下 他們用目光 為這位英年早逝的軍人 送最後一程 梅羅拉的公開葬禮定於週日下午2點半 在佛勒紀念公園草坪居行 隨後是私人葬禮儀式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 舊金山市長布里德辦公室宣布 舊金山國際機場從週二開始 將強制所有員工接種中共病毒疫苗 來看報導 週二 舊金山市長布里德辦公室表示 舊金山國際機場的所有員工 都必須全面接種中共病毒疫苗 根據新聞稿 這項命令即日生效 並使舊金山機場成為全美首個 強制要求現場員工接種疫苗的機場 另外機場的租戶和承包商 將需定期報告員工的疫苗接種情況 直到所有員工完全接種 若員工持有醫療或宗教豁免 則必須每週檢測 根據機場的規則和條例 不遵守疫苗令可能會被罰款 目前機場將繼續在舊金山機場醫療診所提供免費疫苗 今年2月 舊金山機場與聖馬貂縣合作 率先在機場內開設了疫苗站 為醫療工作者和縣內65歲以上居民施打疫苗 新唐人加州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 洛杉磯市長加希提的任期即將在2022年届滿 目前已經有多人宣布競選市長一職 來看報導 儘管洛杉磯市長加希提任期到2022年才届滿 但有消息認為 加希提會提前離任 等待參議院確認他駐印度大使的新任命 因此 2022年的洛杉磯市長選舉也成了近期焦點 週二 洛杉磯市議員凱文德里昂 宣布競選2022年洛杉磯市長 一天前 洛杉磯中央城市協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拉爾也宣布參選 根據城市新聞社報導 市議員布斯卡諾和市檢察官菲爾 此前都已經表明了參選意願 至於市議會主席馬丁內斯則在上週宣布不參選 陸市市長選舉的初選將於明年6月7日舉行 得票最高的前兩名會在11月8日做最終角逐 幾位市長候選人中 德里昂在近期因為主張興建有名住房 遭到選區選民反對並提出請願罷免 選民必須在12月14日前收集到2萬563個合格簽名 才能啟動罷免投票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過去幾天 美國德州邊境湧入大量非法移民 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 週三 拜登當局在大量遣返非法移民的同時 也將部分人釋放進入美國 在美墨邊境橋下現場一片髒亂 惡仇撲鼻 大批來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就聚集住在這裡 上週 大批非法移民湧入美墨邊境 在德州 德爾里奧國際大橋下安盈紮寨 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 營地人口在週末達到了1萬4千人的高峰 面對邊境危機 拜登政府動用飛機緊急遣返 過去幾天 遣返500多人回到海地 另外有4000多人被轉入居留中心等待處理 一些非法移民則是掉頭逃回墨西哥來躲避遣返 以及物資退伐 週三 路透社報導 有美國官員透露 大批非法移民被釋放入美國 他們需要在60天內出庭 現在不明確實他們被調查 消息人士也提到 從週三起 每天將有7班飛往海地的航班進行遣返 目前拜登政府處於尷尬境地 對部分非法移民的強力遣返 備受民主黨批評 但較弱的邊境政策引來大量非法移民 則是受到共和黨的抨擊 也使更多非法移民抱有僥倖心的躍躍欲試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再來關注 繼中共當局之後 週三 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宣布 已經正式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積極參與國際和區域事務 9月22日 臺灣經濟部表示 臺灣已正式申請加入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彭博社報導指 申請書已寄到該協定的保存國西西蘭 西西蘭再向其他成員國提交申請 上週 中共當局宣布申請加入CPTPP 不過隨即被成員國之一的澳洲回槍 澳大利亞貿易部長特漢17日表示 除非北京停止對澳大利亞進口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 否則沒門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9月21號神韻紐約藝術團 歷臨德州麥克艾倫市 當晚在表演藝術中心的演出爆滿佳作 觀眾讚嘆 神韻的一切都美不勝收 全是美麗的 choreography是美麗的 choreography是美麗的 the colors, the dancing everything is just beautiful we loved it, enjoyed it to no end absolutely, it was wonderful the coordination, the dancing itself is just beautiful the narrative, what they described the narratives and everything related to the dance the dance that we wanna see is just beautiful the dance that we wanna see is just beautiful ancient China has so many years of history and it's so beautiful that you guys are sharing it with us 觀眾認為演出這麼美好 是因為有神的參與 they emphasize a lot on believing in God and God gave us life and 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is so beautiful because God is involved in it we believe in a creator we also believe I'm against atheism against evolution as well I don't believe that in evolution but a lot of those philosophies are man-made and I believe that we do have a divine creator I think it's a beautiful way of enjoying life by using the plastic cards and the movements to show the gratitude to the gods and to the life itself 神韻紐約藝術團 本週末還將為休斯頓帶來四場演出 包括週日晚上的臨時加場 新唐人記者站 德州麥克埃倫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歡迎大家收看今日加州 我們安排 於 ч, знаем 我們聽說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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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